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走了 祝你荒岛寻宝一切顺利 你下周的那场活动也给我一张邀请函 下周的活动 不敢 我为什么非得邀请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邀请你参加活动 莫义,你要是想去度假的话 还是换个地方吧 野外探险活动这么大的运动量 很不适合你 我去那里是因为有事要办 有事?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点的吧 参加荒岛寻宝活动的可都是有野外探险经验的宝藏猎人 就你这铁格,是跟野外沾边还是跟探险沾边啊 不劳费心,以活动文艺上岛只是图个方便 或者 我去向你父亲要邀请函,也不是不可以 好吧 那刚好,也给我一张邀请函吧 荒岛寻宝 听起来很有意思 陆锦和 以我的身手,参加这个活动绰绰有余吧 夏业,你一个专业人士下场参加民间活动,你也好意思啊 你就这么缺钱吗? 放心,我只是去旅游的 你准备的藏宝图,我就算解开了也不会去拿宝藏 而且,我也不会白拿你的邀请函 活动的数位保全系统,我可以帮你升级一下 免得又像大树去中心一样,随随便便就被个小孩子破解了 我也去,有事要办 喂 左燃,你这就过分了 他们两个好歹还找了个借口 你居然直接抄墨椅的作业 不行吗? 唉,算了,事与至此,也不差你一个了 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团队活动 活动开始之后 可不可以麻烦你,关照一下我呢? 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团队活动 在上岛之前 各位需要将通讯器材 比如手机 无线电等物品 留在船上 我猜各位肯定想问 没有通讯器材 要怎么联络同伴 遇到紧急状况 又该怎么求救 各位放心 本次荒岛寻宝活动 可不会让各位千生死状 我们会给每个参赛者 发下一个手表形终端 这个手表形终端 不但能调出 诺斯塔岛的地图 充当联络器 还可以定位各位 在岛上的位置 只要有需要 各位可以随时用 终端跟船上的总台联络 工作人员会在最短时间内赶到 总台也会及时监测 参赛者的位置 确保各位的人身安全 以及活动的公平公正 活动的最后 只要参赛者累积足够 指定数量活动金币 都可获得和印娱乐赠送的 24K纯金纪念章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更何况这里的利益 还不只是寻宝活动的奖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理虽然如此 但总有人认为 自己比别人聪明 而且 这座岛还有个更真实可靠的宝藏消息 你是指黄金大结案吧 你们两个所谓的来岛上有事 不会都跟这个案子有关吧 十年前 一伙罪犯在临省 抢劫了一辆黄金押运车 随后出海逃往国外 他们半路在诺斯塔岛靠岸 补充淡水 最后却再也没能离开这个岛 是内讧了吧 财博动人心 是的 团圆中的有些人想要私吞黄金 就趁下船的机会把黄金藏在岛上 等A国刑警赶到的时候 这几十个人的犯罪集团就只剩下了一个吓傻的小团圆和重伤垂围的首领 连团圆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都没能信念 那位团圆说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招来了远警 因为比起被同伙杀死在无人的荒岛 他情愿坐牢 那个首领死在了引渡回国的船上 他死前并没有交代黄金的下落 而那个小弟也只知道部分黄金的埋藏地 大概只占被抢劫总量的十分之二、三 听你这么说 安全局也是知道这个案子的 怎么 你上岛是来找黄金的 这种大案子 安全局一无所知才奇怪吧 但这和我上岛的目的没有关系 哦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陆景河买这座岛也太划算了 买岛送黄金 理论上是这样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这样的贵重物品往往会变成外交筹码 想要顺顺利利运回国 可能 你们都被惦记黄金了 所谓的剩余黄金应该只是江湖传言 如果这个岛上真能找到黄金 那A国政府也不会把岛屿开发权卖给我了 要知道 A国这几年遭遇经济危机 政府很穷的 他们应该早就派专业人士把这个岛都翻过一遍了 那如果真的有人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 会归谁所有呢 这么说来 安全局的情报网还真是落后 居然也信了江湖传言 我听说这个案子也只是因为它有名 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归安全局管 我也没有必要去了解详细内情 你说对吧 莫姨 抱歉 这个时间叫各位给我来 主要是有一件事想跟各位商量 是和这个终端有关吗 嗯 没错 为了应对活动参赛者在寻宝时会遇到的各种状况 终端都是选用最新材料制作的 正当 进水 普通程度的碰撞都无法损坏终端 但 终端还是被破坏了 电路板完全被腐蚀了 看起来是利用了某种化学试剂 这应该不是意外导致的吧 是人为的 是 船上还有哪些人参加 除了宝藏猎人之外 有些是记者来报道活动的 还有些是来散心旅游的熟人 宝藏猎人和其他宾客的人权都是你确认的吗 不 我亲自发邀请函确认的宾客只有你们 其实 这个荒岛寻宝活动我只是承办人 真正活动策划是我世博 他因为某些缘故不便亲自出面 所以就借了我的名义 宝藏猎人和其他宾客都是我世博安排的 活动流程藏宝图设计和岛上的布局 也都是我世博负责的 那船上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都是合应的员工吗 都是合应娱乐的员工 毕竟我是承办方 诺斯塔岛和这艘邮轮都是我的私人财产 所有参赛的人上船前 是否都已经确认过身份了 啊 所有人都对着邀请函逐一确认过了 没有冒名顶替的 不过有些宾客是带着亲友一起来的 他们亲友的名字就没在邀请函上 目前还在确认这部分人的身份 他不是 我世博名叫田宇 专门经营户外运动用品 旗下有很多知名品牌 商业性只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 田伯伯一直都很喜欢寻宝探险之类的故事 只是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做 去年他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进了鬼门关 他病好后就坚持要办一场寻宝活动 想要真正当一次宝藏猎人 没错 其实田伯伯本来也想买这个岛的开发权 只不过恰好被我抢先了一步 所以他退而求其次 就先当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和赞助商 有句话叫商场无父子 你们有钱人抢起东西来 还真是毫不留情 我当时又不知道田伯伯的打算 不然我就让给他了 我又不差这一座岛 明天要上岛 所以工作人员今晚正在抽样检测终端的状况 被抽样的终端再运转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损坏 工作人员发现电路板被腐蚀 就猜测是有人做了手脚 调查后发现有近半数的终端都被人动过了 有问题的终端都有这种小盒子 里面的粉末会随着上下运动逐渐漏集机器中 这些白色的粉末我已经让人做过检测 是氢氧化纳 氢氧化纳有很强的吸水性 浴水后会形成腐蚀性溶液 岛上空气湿度大 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破坏终端的内部零件 有监控 但已经被人灿改了 灿改 监控录影被清除或者剪接了吗 是拼接替换 有人用一段仓库正常状态的录影 替代了仓库被闯入的录影 是哪个时间段的录影被修改 是今天白天的 那段被替换的录影 能查到拍摄时间吗 初步判断 就是今天被破坏以前的正常录影 看来整个破坏行动就发生在今早了 附近巡逻的工作人员 没有发现接近仓库的可疑人士吗 都问过了 没有发现 那么 这个嫌疑人应该清楚 邮轮上的人员安排和值班时间 不排除内鬼的可能 如果嫌疑人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活动的宝藏 事情还相对简单 就怕他 另有图谋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是想 如果今晚工作人员没有发现终端被破坏 那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活动中对于终端意外损坏 已经预先做好了紧急备案 船上的终端数据监控器 会及时关注所有人的终端定位 如果有终端的信号消失 监控器会立刻报警 工作人员会以最快速度前往信号消失的地方 给参载者更换备用终端 或是进行救援 可是如果同时发生大规模终端异常 恐怕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吧 啊 岛上的情况会因此变得很混乱 宝葬猎人是为了牟利而来 活动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对抗性本来就很强 如果出现了不在主办方监控下的真空地带 会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 黄金或者说活动奖励之类的物质财富 也许只是混乱掩盖下的目标之一 诸位 事到如今就别隐瞒消息了 你们就坦白说一下吧 你们各自上导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诸位 事到如今就别隐瞒消息了 你们就坦白说一下吧 你们各自上导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莫义 你先把你刚才的话解释一下怎么样 好吧 我说 我来这里 是为了调查一个人 抱歉 之前我会隐瞒 因为事关我一位病人的隐私 我不便透露 我们对你的病人不感兴趣 直接说重点吧 现在我病人的情况涉及到刑事案件 我当然不会继续保密 我要调查的这个人是来参加荒岛寻宝的宾客 叫王贤 他是法庭心理学领域的专家 同时也和部分监狱有合作 负责为犯人矫置心理 因为和犯人频繁接触 所以王贤也需要定期进行心理评估 负责的人就是我 不久前 王贤的心理状况出现了异常 我就调查了他 我发现 王贤数月前曾向监狱申请 问一位犯人减刑获得批准 那个犯人作案的地方和这座岛密切相关 王贤这位心理医师又突然报名参加寻宝活动 这很难不让我怀疑其中有蹊跷 所以我要来岛上看看 是的 你刚刚提到的犯人 是不是黄金大吉案的唯一幸存者 董和川 没错 不是简单地看过 我是详细地了解过 因为 我是受人之托 调查一个跟这件案子关系很深的人 嗯 当年的案件中 有位无辜的受害者 他叫林剑 是个渔民 那天 他出海捕鱼 恰巧来到岛上 发现了犯罪集团的行踪 后来 就被灭口了 他身后留下了病弱的妻子 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女 对董和川的判处太轻 耿耿于怀 当时 是我的一位朋友 负责协助处理这些案子 因此和林剑的家属有所联系 尤其是林剑的儿子 林大海 一直婆受我朋友照顾 董和川 减刑出狱的消息 被林大海得知之后 林大海 就一直有些古怪 我朋友担心 林大海 是想向董和川复仇 因此 我朋友才会在听说 林大海 报名的寻宝活动后 委托我前来 他因为公职的原因 不好亲自出面 没错 他是以记者的身份登船的 总之 目前的情况就是 莫义和左燃 你们要调查的人 都与黄金大结案有关 而陆锦和举办活动的 诺斯塔岛 又恰好是传说中 埋藏了当年 失窃黄金的岛 所以 所有人都朝着这座岛来了 这些人都可能是 破坏终端的人 其中王贤与董和川 是一个利益联盟的 而林大海 则很有可能 趁寻宝活动 向董和川寻仇 末夜 董和川一个服刑的犯人 想必家里也没什么积蓄吧 他能收买王贤十有八九 靠的是岛上莫须有的黄金吧 很有可能 就此推测 董和川当年并没有 向警方说实话 岛上黄金可能真的还在 而且 董和川知道剩余黄金的下落 但如果董和川真的知道黄金的下落 那么他在当年的案子中 就不应该只是个小人物 恐怕 当年的案件还另有引擎 有谋财的 还有害民的 看来我下次搞活动前 要看看农民率了 怎么引来了这一帮牛鬼蛇神 王贤这次不是一个人上船的 随行的还有一位助手 我曾找借口想见见那个助手 但王贤却以助手身体不好婉拒了 陆景和 活动连延后几天嘛 我们需要时间对这三个人做进一步的试探 终端损坏是一个现成的理由 但你们不觉得以此为由推迟活动 反而会打草金蛇吗 事已至此 我们不如引蛇出洞 明天 我会想办法确认王贤助手的身份 如果他真的是董和川的话 我会盯住他的 又吧 走了这么久 累不累 嗯 早上我设法采集到那个助手的指纹传回了局里 同事帮我比对过了 那个人就是董和川 别着急 先休息一下 一小时后 就是终端预定的损毁时间 那才是开始行动的时候 为了不引起嫌疑人的警觉 我明天会照常发放完好无损的终端 大概在活动开始一小时后 我会让工作人员播放紧急通知 制造终端出现问题的假象 在自以为计划得逞后 心怀不轨的人就会开始行动 如果王贤的助手真的是董和川卫庄的 那他们就是头号嫌疑人了 一再明我在案 我可以先跟踪他们 说不定能帮警方找到失踪的黄金 不过 我并不认为王贤 会一直跟董和川一起行动 他们的利益联盟 实在太脆弱了 我去追踪董和川 就算他当初真的只是一个小弟 那也是强盗集团的手下 普通人很难对付他 放心吧 林大海只能说是有寻仇的倾向 所以针对他主要是为了预防犯罪 我会盯住林大海 不会让他误入企图的 别担心 陆锦和 我看船上有枪械释 你申请的持枪许可 听说你枪把不错 不如找一把合适的先拿着 谢了 为了确保我们通讯畅通且安全保密 各位还是带上自己的手机 有任何情况 我们都用N2X的加密线路通话 和你一起出来 我当然要做万全准备了 陆锦和 你现在就放松也太早了吧 还有一个嫌疑人 是不在我们监控之下的 你是说 你之前说活动的真正主办人是你的侍博 那王贤的邀请函也是他发的 一张邀请函而已 应该只是商场上的人情往来 林伯伯来历清白 看黄金大借案没有签证 再说 他家产丰厚 本次活动的奖励就是他出资的 一些黄金对宝藏猎人们来说是巨款 他的话 是不会看在眼里的 如果只是黄金的话 那确实可能如你所说 每个人都是带着墓地来岛上的 我当然也不会是来旅游的 我的任务内容不方便透露 但如果是追查一批黄金 那还不需要我亲自来 而且除了脏雾的吸引力 田宇本身就有参与破坏监控的嫌疑 陆景和 如果你能确认仓库和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都是清白的 那能随时进出却不引起怀疑的 不就只剩下你和田宇了 既然是安全局的大人怀疑我士博 那就让我确定住田宝宝好了 如果他真的有所图谋 我不会放人不理的 核印的继承人可不是这么好利用 看好了吗 等一下和谁一起行动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叫桑格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真笨 真的 我就不应该来这个岛 都倒霉三十年了 不是早就个习惯了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 世界上有逆天改命的魔法 我就该老老实实当个NPC 嗯 说什么没听懂 但他这名字真是太值得吐槽了 魔法 难道他上岛是被人骗来的 或者是遇险之后的创伤后遗症 NPC 难道还有主角 当然有主角 那些逢凶化解 欲念陈祥 降无不险的光环 都是属于主角的 像我这种NPC 只能看好戏打酱油 有一个不对 还会被当成主角团 炼蛋的炮灰 我哪能想到会有这样的人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穿越到哪部小说或是电视剧里了吧 你们记不记得 其实我们都活在一本书里 甚至有可能 我们都不是书里的人 我们也许只是一段游戏剧情 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的主角是谁 你们也好 我也好 可能都只是NPC而已 难解我找到了这个世界的金手指 我就能掌握这个世界的法则 无法唤语 来去自如 也离性障碍 嗯 一时间也难以确诊 不对 我那么倒霉 沙滩上走两步都能陷进去 怎么可能是主角呢 我大概 真的只是个炮灰NPC吧 没有人能够反抗这个世界的法则 没有 没有 营地是安全的 陆景和 联系工作人员来接他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要赶快开始下一步行动了 已经联系了 等一下会有人来接他 通知刚发出去 horrible 通知刚发出去 岛上的活动参赛者们 碰面时免不了要互相问问终端的情况 他们可能是打算先卫装一段时间 等风波稍微平息之后再行动 早上我除了假扮工作人员 拿到了董和川的指纹 还在他们四个人身上都装了定位器 我们可以利用N2X的自制软体 追踪他们的位置 各位,好好利用各自的手机 我会盯住董和川 不过,追踪无法太精确 如果各位半路遇到他 不要妄斗 这话听起来 总算有点王牌特工的意思了 我自己有分寸 总之 各位随时保持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